目前看起来奇异博士2真的已经比蜘蛛人无家日还要更刺激了 前几天我们才解析各种充满劲爆彩蛋的预告 后来又特别介绍漫威充满阴谋的组织光照会 既然这东西这么有流量 当然最需要来 除了X教授确定现身以外 奇异博士2最多人讨论的话题绝对就是阿滩哥可能的客串 这个谣言是哪里来的 又有多大的几率会发生 现在就来一次解析 大家好我是草离坊 感谢点击这部影片的你 如果你初来抓到 只要点下订阅就可以加入这个邪教 我们都会在低时间制作最新漫威与其他影视解析快来一起跟上 这一切都要从漫威遥远的历史讲起 2008年在筹备拍钢铁人之前 漫威原本有一度把阿滩哥当作钢铁人的人选之一 毕竟Tom Cruise从90年代事业起飞时 就一直积极想要饰演钢铁人 他在2004年一次访问就曾说 他是我最爱的英雄 观众们都会深深受到超级英雄吸引 所以片商也都会要抢着拍 而因为我超爱钢铁人 我想要拍播跟现在市面上所有英雄电影都不一样的作品 为了这部电影你需要的是名气最响亮的创作者 我再说的是Steven Spielberg Ridley Scott James Cameron等等 有了这些人你就可以拍出一个特别的更好的电影 注意他说的更好是用Superior这个字 会跟等一下的话题有关绝对要记住 言下之意就是说他真心想拍 但是要找他来就要有办法搞大的 不过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的漫威已经瀕临破产了 又不愿意把太多主导权给阿滩哥 最后还是选了Robert Downey Jr. 剩下的就是众所皆知的历史了 不过呢在钢铁人于终局之战死后 哎呀对不起爆雷 又开始浮现阿滩哥将成为另外一个钢铁人的风声 而在洛基影集向我们展现了变体的概念 也就是一个人在另一条时间线的版本 以及吴嘉日找不同演员饰演同个角色的爆炸性成果之后 这个梦想再也不只是梦想 前阵子更是流出了一张疑似阿滩哥在奇异博士片场照片 但是请各位不要太兴奋 那是假的 只是用之前奇异博士的幕后片段批图而已 不过这次预告片推出之后又掀起一波讨论 我们看见某个跟汪达对打的神秘人物 而有些人说这看起来有点像是某个钢铁人变体 因为他额头上的光点再加上一次山羊湖的造型都让人起疑 不过我个人还是认为这画面中出现的是另外一个宇宙的惊奇队长 有可能是在汪达幻世之中出现的光子Monica 或是他母亲Maria 毕竟这里出现的能量冲击波能力明显比较像惊奇队长 而不是钢铁人 而从这些模糊的画面来看 这个人物比较像是黑人女性而不是中年白人男子 而那个所谓的山羊湖应该只是阴影 再来如果这真的是阿滩哥的救急钢铁人 那那个臀部和大腿也太有曲线了吧 不我认为即使救急钢铁人会出现 也不会是我们现在预告中看到的这个神秘人物 别忘记漫威很难用预告骗人 既然都如此仔细安排X销售的揭露 他们不会这么随意地用一个画面揭露钢铁人 再次现成这么重大的讯息 只希望这几天的爆肝不是枉然了 如果大家像我一样觉得过度烧脑累了 有空可以来我跟朋友们一起开的桌游店 靠过来三重旗舰店晃晃 我们有超出事的环境 特别定制的桌游桌 还有我超都超罕见的桌游大作收藏可以给你玩 当然了还有东西可以吃 甚至还有酒 搞不好你来遇到我的话还可以调个酒给你喝 不用担心对有人可以教你规则 而且即使觉得难救到人一起玩的话 我们也有一个社团可以救人 资讯都放在影片说明里 有空一起来玩吧 回到正题 既然有X销售和光明慧确定了 钢铁人这位光明慧大主谋出现在这部电影里 真的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 因此我们还是来设想 假如阿汤哥真的以钢铁人的身份现身 会怎么加入MCU呢 最有可能的就是漫画的经典角色 救济钢铁人 Superior Iron Man 没有错阿汤哥当年说的更好的钢铁人 Superior可能就会在这里实现了 怎样子的救济呢 他的故事要从一个复仇者联盟 和X战警合体的大事件AXS将继 红骷髅与超强大的存在 OnSlaught和刚死去的X教授合体 获得极强能力 于是飞鸿女巫和末日博士 施法尝试逆转这一切 殊不知他们的法术反而逆转了 全世界的道德倾向 英雄变成反派 反派变成英雄 没错就是这么酷 到时候再看需不需要跟大家完整介绍整个故事来龙去脉 最后他们虽然费尽千辛万苦把一切复原 钢铁人在转变之前却用科技照住自己 成功让自己不变回英雄 就这样维持在一个邪恶混账的状态之中 也就成为我们今天要讨论的Superior Iron Man 救济钢铁人 而救济钢铁人更是塑造一套新型的装甲 称为Endocin 这个装甲就像是我们在无限之战看到的奈米科技一样 可以任意变形 而因为Tony是基于猛毒的共生体来设计这个装甲 等同是变成他身体延伸的一部分 与使用者有直接的心灵连结 而如果说预告中出现的人物真的是钢铁人 那其实也有一部分符合Endocin装甲的设定 也就是在钢铁人生气的时候会变成橘红色 这个救济钢铁人起初虽然看起来不是一个传统的反派 不过绝对是刻意凸显钢铁人作为资本主义化身最糟糕的一面 他创造了一个新的APP称为绝境3.0 也就是用绝境病毒让所有使用者都能够拥有绝世美貌以及自愈功能 问题是在试用期过后 这个APP每天都要花100美来订阅 否则就会恢复原样甚至更糟 于是形成一个附得起这个APP 还有附不起的人之间的阶级对立 不只如此 他甚至还透过让夜魔侠恢复势力 借此试图诱惑夜魔侠加入他的阵营 那么认识了救济钢铁人 是时候来认真探讨他在电影中会出现的可能性了 最重要的一个证据 就是我们在预告中的光照会总部看到奥创哨兵架着奇异博士 这些奥创哨兵看起来明显是绿眼睛正常运作 也就代表这个宇宙的钢铁人有成功达成他的梦想 他不必再以钢铁人的身份继续守护地球 而是把守护地球的责任交付给奥创系统自动处理 不过这可是有许多我们可能没考虑过的后续影像 没有了奥创纪元的剧情 也就代表Tony的角色曲线停止 他不会认知到自己发明的武器害死Wanda的家人 也不会害苏科威亚坠毁 没有英雄注册法案 也不会遇到Peter Parker这个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青年 他可以看着自己一手打造的科技带来世界和平 安逸地过着自己生活 简单来说我们会得到一个比较不成熟的钢铁人 甚至有可能因为傲创科技的成功 让他直接退回到起初认为科技能够解决一切的那个自己 当然了光照会如此重要的组织 理论上来说不会让漫画中这么恶劣的救济钢铁人加入 所以这个救济钢铁人也许不像我们认识的Tony如此负责任 但是也不是个完全的反派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性 也许他真的只是藏得很好 想要透过光照会强大的资源来达成他黑暗的终极目标 毕竟我在上一部谈光照会的影片里面有提到 他们在漫画中曾经拿过所有无限宝石 所以我们总有一天会看到这个救济钢铁人 趁机把宝石镶在自己装甲上也是不无可能 不过有鉴于阿汤哥超高的片酬 加上他可能不会愿意被漫威电影长年的合约绑住 即使他的救济钢铁人出现 可能也仅限于这部电影 有点像他在开麦拉金魂里面那个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客串 唯一能肯定的是 他的客串至少会比另外一名巨型Brad Pitt来得久 不过我在这里意想提出一个几乎没看到有人提的可能性 有没有可能这其实并不是钢铁人 而是钢铁小子 来看看这个特写 有没有觉得跟谁长得挺像的 没有错就是我们的时间守护者康 在漫画中 钢铁小子Nathanael Richards是征服者康的其中一个变体 因为知道自己的未来 所以竭尽全力试图不让自己成为那个时间旅行的大反派 所以有鉴于我们已经知道各种 看会是漫威第四阶段的大反派 我们也有可能会在这里看到他其中一个比较正派的变体 也就是钢铁小子 而因为他跟时间线以及未来的关联 加上他装甲之中时间旅行的能力 对于光照会来说绝对是个极有价值的资产 所以到底是谁 救济钢铁人 惊奇队长 钢铁小子 就让我们继续疯狂地追下去吧 毫无疑问的是 这部电影绝对藏了许多惊喜 如果你想要一路了解所有最新消息和惊人细节 赶快订阅一下 按个小铃铛才不会错过 现在就点画面上的链接去看漫威深度复习 帮你在多重宇宙爆开前做好万全准备 我是超粒方 我们下部影片见